全油管最快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这次会晤将是两国元首首次正式会面, 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全球事务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此外,习近平还将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与个经济体领导人一同讨论区域合作及全球经济发展等议题。 此次会议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赴美参加中美元首会晤是中美关系重要的一步。 此次会晤标志着中美两国元首正式会面, 有助于增进两国互信与合作, 推动解决双边和全球性问题。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个经济体领导人的重要平台, 习近平的出席将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中美元首会晤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举行都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各方期待着会议的取得积极成果。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